这是一部高达9.3分的纪录片 由韩国三任总统主演 从08年拍摄到17年上映 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 中间发生太多的变故 甚至部分素材都是用手机拍摄 但就是这样一部片子 让不少网友热泪盈眶 直呼太热血了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2014年4月号沉船事件 事件发生当天 在这476人的轮船眼看即将沉没 船长却偷偷溜走 导致船上无人下达逃生指令 岸上的人们忍受着生离死别 海警在海面上悠哉悠哉地飘涨 动作缓慢 仿佛人命压根就和他们没关系 现场情况和新闻报道严重不符 电视台按照要求 重点凸显了海警的辛苦和英勇 大言不惭报道了被困人员均已获救 由于错过了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 最终304人被巨大船体拽入深海 活活咽死 后来当真相曝光后 民众彻底愤怒了 一个国家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 连弱小的人都不能保护 那民众该信赖谁 如果那时能够说出真相 引起重视的话 是不是能多救出几个孩子 是不是能挽回一个家庭 看到哭到撕心裂肺的家长 那些活活被淹死的无辜孩子 到底谁来为他们负责 当权力得不到舆论的监督 便会滋生出霸权的毒瘤 2003年 前总统卢武炫上台时 曾和时任KBS电视台社长说过这么一段话 有两个地方 我是不会打电话的 检察厅总长和KBS社长 意思是 他不会干预司法和新闻自由 他做到了 陆武炫卸任之后 2008年 韩国第17任总统李明博上台 他对媒体的想法却不向前任 对于得罪他的媒体 他从不轻饶 在他就任当天 KBS就报道了一个惊天大料 好几个内阁高官 贪污受贿 为非作歹 一时舆论哗然 李明博政府为了平息舆论 让相关涉事官员主动辞职 媒体人与权力的战争 看似是媒体人胜利了 但真正的战争 其实才刚刚开始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李明博的第一把火点的就是电视台 韩国有三大公营电视台 KBS NBC 和YNT 李明博先是从KBS电视台开始 逐一清除从政路上的障碍 贪污受贿案 平息后不久 李明博的老师私下与KBS理事长会面 提出辞退KBS的郑社长 有郑社长这样的人在 就永远会有揭露政府黑幕的新闻出现 政权简直没法运营下去 李市长听从了清瓦台方面的命令 决定将郑社长撤职 这遭到KBS全体员工的不满 习惯于奔波在社会第一线铲除黑暗 伸张正义的记者们 怎么可能忍受黑幕降临在自己身上呢 他们是社会的良心 如果良心都不敢和不合理的强权作对 那么谁又能替社会发声呢 员工们在理事会门前抗议 结果被便衣警察踢断了肋骨 尽管如此 郑社长还是被辞退 清瓦台任命的新社长空降KBS 空降的新社长到任后 成为了政府在KBS的代言人 他开始大到阔府的清理潜在的风险 砍掉大批监督李明博的节目 解散调查报道组 调离参与抗议的记者 然后李明博做出清明表现 主动倾听名义 但所有节目中的提问 都要经过清瓦台筛选 随后YTN电视台也同样如此 而最后的NBC电视台 也因一则报道 营火上身 2008年 NBC的新闻节目 播报了美国爆发疯牛病 清瓦台却依然坚持 进口美国牛肉的丑闻 新闻已经播出 引发超4万名市民聚集抗议 因为这件事李明博 差点被弹劾下台 最后不得不向民众道歉 内阁集体辞职 才保住了总统职位 正是此举彻底激怒了李明博 风波刚刚平息 报复就来了 警方以损害公务员名誉为由 逮捕了导演手册的节目总导演 当时KBS的主播仍然很有骨气 在新闻节目中讽刺这一行为 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要被停职 NBC经营团队顺引压力 提拔一名青瓦台轻信称为社长 新社长一上任 立刻就下达极端举措 大局安排自己人进入NBC 驱赶导演手册的媒体人 本篇导演崔成浩就在此时被赶了出去 他痛心地说着 现在这么做就是为了毁掉导演手册 让导演手册再也无法发言 明眼人都能看出 李明博迫切地想堵住所有媒体的嘴 干扰媒体自由发声权 从而控制言论 届时的公营电视台的高层 全是李明博的亲信 无论是哪个电视台 新社长上任后举措都一样 至此 NBC彻底沦为了政治的棋子 被迫改组之后的媒体 失去了民众信任 很长一段时间 观众打开电视 听到的都是冠冕堂皇的漂亮话 看到的都是被粉饰的虚假美好 和不痛不痒的日常报道 与民生政策相关的新闻 全都消失不见 可崔成浩并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 脱离了体制的束缚 他彻底解放自我 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媒体人 一起创建了破除新闻 没有收入 全靠资助 专门报道敏感的社会事件 深得民众喜爱 2009年 前总统陆武炫自杀时事 举国商下为他送行 临车开过拥挤的大街 很多媒体去拍摄采访 当民众看到KBS和MBC的标识 大家纷纷将自己手里的蜡烛扔到车上 大骂让他们滚开 就算你们拍了也不播 拍来干什么 曾几何时 他们引以为傲的记者身份 也被贴上了强权帮凶的标签 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媒体人的自尊心被彻底碾碎 于是 这些被戴上镣铐 却依然没有忘记初心的媒体人 为了寻找曾经的自由 为了梦想与荣光 开始了他们的绝地反击 如果再不抗争 韩国这个国家可能真的就完了 痛定思痛的KBS和MBC的员工们 终于在2012年开始罢工 要求各自的社长下台 媒体人高举 唯有国民才是主人的横条 走上街头 队伍绵延极里长 委屈多年的媒体人 纷纷站了出来 抱团取暖 共同反抗 想要重新回到国民的怀抱 大家纷纷上前拥抱他们 虽然是和平的罢工行动 但弹劾之路 依然异常艰辛 检方却屡次发出了逮捕令 MBC的罢工主导团队 几乎处于被解雇的状态 而那些还留在电视台里的人 只能在艰难的蛰伏中袭击 希望即将到来的政权换届 能够给媒体人带来新的春天 2012年12月 朴槿惠当选第18届韩国总统 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朴槿惠赢得选举后 两家电视台的社长也确实换了人 但换上来的新社长 仍然是总统的亲信 朴槿惠对媒体的前置 与李明博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有倾向性的报道 确实发挥了作用 一时间 韩国乃至周边亚洲国家 都刮起了一股朴旋风 韩国民众也很爱戴 他们的首位女总统 因为媒体过分清正 对公众反青瓦台的声音 充耳不闻 很快独漫全身 迎来了韩国最黑暗的时刻 2014年 韩国发生4月号沉船事件 船上300多人被困 但早已忘记 什么是新闻独立的KBS和NBC 只是青瓦台的船声筒 做出了完全错误的报道 甚至当前方记者发挥现场情况 告知船上还有人被困时 电视台领导仍然执迷不悟 坚持青瓦台的宣传口径 失去媒体监督的青瓦台 面对灾难表现得非常无能 事件发生后 不仅迟迟没有发出救援令 连还有多少人被困都没弄清 朴槿惠更是消失了7个小时 还跑去做了头发 这直接导致船上304人遇难 最终报道这件事的记者 被KBS解雇 此事过后就再也没有记者敢报道青瓦台的事情 之后的青瓦台再也没有了舆论监督 彻底的腐败了 2016年10月 韩国媒体揭露了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 对于这一足以动摇国之根基的超大型事件 KBS与MBC却依然选择了沉默 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就此爆发 这也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的民众抗议集会 大家纷纷要求朴槿惠下台 三大电视台陆续成立工会 职员集体罢工 他们的诉求很明确 把媒体还给国民 面对权力的腐蚀 他们绝不低头 为了安抚受害者家属与国民的愤怒 朴槿惠政府先后撤了KBS MBC社长的职位 然而新换上来的两位社长 却依然是换汤不换药 面对如此甜不知耻的政权 面对正在被慢慢毁掉的国家 一位饱受煎熬的MBC电视制片人 在MBC总部大楼的走廊里 顶着保安的警告 录着了一段视频发到网上 结果视频被网友疯传 还记得那天回家后 妻子问他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内部没一个人响应 那你就是被枪打的出头鸟 到时怎么办 想起这句话 精明值基督哽咽 所幸的是 兴活未息的人并不止他一个 所有人聚在一起团结一心 示威游行贴船单 这群人清醒 正直勇敢 面对压迫 永不屈服 他们不是头脑一热的矛头小子 并肩白发清晰可见 他们是妻子 是丈夫 是母亲 是父亲 可他们明知风险 却仍愿为心中正义挺身而出 若这世界黑暗无边 那我便做自己的烛火 这五六年间当初反抗的那些人里 有人被不当调动 有的人被言语暴力 有的人被辞退 现在在滑雪场上班糊口 但媒体人对自由的抗争没有中断 共犯者们这部纪录片拍摄过程并不顺利 素材中很多都是来自电视台职员的手机视频 网络镜头 更多影像资料都是由被辞退的前MBC导演手册的幕后导演之一崔成浩 一段一段重新采访收集得来的 他在拍摄过程中保长冷眼恶意 被推散被羞辱被蔑视 但他人咬牙坚持 才有了今天这宝贵的完整影像 2017年11月13日 据这部纪录片上映三个月后 文在寅总统上台 对新闻媒体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本篇导演崔成浩出任MBC新社长 12月11日 当年被MBC赶出去的五位导演全部复归 如果前规则大行其道 那正义将无路可走 如果人人都选择闭嘴 则你我都是共犯者